《泰國人的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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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一百年前吧 日本人在台灣 已經選定了太原地區 來做咖啡的重食 那當初日本人會重食咖啡 主要是因為 他們想把這裡高品質的咖啡 能夠呈現給日本天皇 來飲用 那 截至目前為止 在太原地區還有 在日治時期 所種植遺留下來的一棵 百年咖啡樹 七年前我在開始種植 咖啡的時候 我才發覺到其實 太原地區種植咖啡的咖啡農 還是蠻多的 東河地區其實種植的咖啡 是以阿拉皮卡種為主 是因為台東成功地區 它的陽光日照時間並不像 高雄屏東 它的日照時間長 所以東河地區在咖啡的 後製部分幾乎是以水洗為主 然後它的烘焙度幾乎 大概是以中焙為主 因為這個是在配合 我們當地咖啡的豆腥 東河這個地方的咖啡 它在水果的味道呈現 以及在這個薑果這種蜜餡的這種味道呈現 會比較豐富一點 另外就是你能夠在你的杯底 留下很濃很濃很深的焦糖香 巧克力香 這個是我們東河咖啡的比較明顯的特色 我想建議大家就是 有機會除了到東河地區來吃包子以外 能夠進到太原地區 瞭解我們當地的除了人文生態之外 還有一項很棒的產業就是咖啡 那也希望全台灣各地的遊客 甚至於一些同好能夠到太原地區來 深入到太原 了解太原 也能夠喝到太原的咖啡 謝謝